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场的伙计就已经起码挂这群人了 其中有一个给我们逐到认 当时的伙计就说 这个人是达在地上起码那么抽搐 那我们都及时将他先送去医院 现在就在医院 听说最近这些事经常发生是吧 是咯 可能你也看到的 他帮来的那几个人 全部都是和之前那些 斗勾死亡有关的人 据说这群人平时都是在一起的 都说晚上在这边宵夜 然后喝酒喝到嗨嗨地变成这样 我们之前也有调查过 这些宵夜当的老板 和我们测过酒的成份 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一切都正常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之前逮捕的那些人 他们身上是不是都有纹身的呢 诶 好东西啊 你又知道 我们之前逮捕回来的那些人 全部都有纹身的 你又会这么聪明知道呢 没有 我怎么这么猜 其实逆星就已经捕捉到一些重点了 只是想等到医院的时候 再证明自己的猜想 刘队长见逆星没回答他 也不好追问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欢迎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九十二回 去到医院 刘队长就问住手的警员说 刚才送过来的那个人 现在在哪儿呢 刘队 这边呢 医院在夜晚的时候 人还是很多 逆星和刘队跟着这个警员 穿过人群 来到病房的走廊 这里有张病床 病床上面睡着一个男人 旁边的主治医师 正在病床上面的记录簿 正在登记一些东西 看到警方他们三个人过来 他就挂好个记录卡 推了一下鼻梁上面的黑色眼镜框 他说 现在病人还未恢复 你们暂时就先不要吵醒他 因为你现在硬硬熬醒他 他都是傲傲傲傲的 你们现在可以观察 但是不要这么大声 如果你们想要问他些什么 还是等明天他醒了再说 医生 其实他究竟是什么事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是不是为了逃避警方对他的追捕 因为剧烈运动之后所产生的反应 不是不是不是 他不是剧烈运动之后的反应 他是有心脏病 可能当时是被警方追捕的时候 心理压力增加 导致了横隔膜的肌肉过度拉伸 不过这个具体情况 还是等他醒了之后 来一个全新的检查才知道 我现在了解的也只有这么多 说完 这个医生就带着护士一起离开了 刘队长看着热星 只见热星看着床上面的这个人 霜眉紧锁 刘队长想问热星是不是知道这个人 说到口唇边他又吞下去了 因为知道热星的性格 他如果想说就一早说了 现在睡在床上面的那个人还没醒 又问不到什么 他有点烦躁 就转身走去走廊的尽头 推开防火门在楼梯那里吃口烟 他口烟都已经担在口了 但是见医院楼梯这里 又是打起大个字写着禁止吸烟 刘队长很掃气 他把烟放到烟壳 转身手拉防火门就打算进去 刚刚这个时候 热星日推防火门出来 热星 他们还吓我一跳 怎么样 是不是看到这些什么微目 如果你问我现在看到这些什么微目 我还不敢说 但是我发现有一件事 这个或者回到警局之后再确认一次 如果我是没有猜错 你真的有一段时间忙了 我有一段时间忙 你难道发现了什么大案 我现在还未能说 因为我这样说出来不是太严谨 我现在想跟你说 就是我们快点回去 在那两具尸体还未冷冻火化之前 彻底检查一次 走吧 哦 那走吧 走吧 楼队长不敢怠慢 上了车之后 全力加速回到警局 停下车之后 两人就一路小跑 来到停尸房 看到刚才那两名死者 现在正是完完整整地摆在台上 旁边有一个法医正在检验 楼队长就走上前说 同志同志 那你先停一停 我们要检查这个尸体 我现在正在检查 那位法医说 我已经检查完了 是死于锐气割伤颈动脈 另一个是死于心脏功血不足 不就这么简单吗 如果你还想问他们两个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 他们两人都有些阳位 啊 这个法医就是丁文道 他现在才看到楼队长后面的人是热星 他就放下手上的医疗器具 把双手的医用手套也脱下来 然后看着楼队长和热星说 我知道你是想证明 这个人不是正常死亡的 好啊 那你和我看看吧 看完你和我说 这两个尸体究竟有多不正常呢 热星就走上前说 丁白衣 你先别生气 我们过来不是说要抽签你的什么 我们只不过是 那不要说我不给你们机会 那两条尸就放在这里 工具在这边 手套就在那边 你自己亲自过来查不就清楚了 过来嘛 丁文道说完之后 他就走到一边了 热星走上前 热星看着这两具尸体 在想象当时的情人 这个是拿啤酒瓶的那个 他心里想什么呢 是愤怒 是羞愧 是羞愧 还是之前有恩怨 这个时候爆发出来的呢 这个 是颈动脈被割断 按割伤的痕迹 是没有半点的词异 这是正常清醒的人所做不出的 如果是有血海深仇的空煞 那行空者的手是会有很强的握力 血液会暂时集中在一个地方 热星就走去检查一下 这个行空者的手掌 奇怪了 没有的 行空者的手掌 并没有出现热星所猜上的那种痕迹 反而是有一种萎缩的现象 热星又继续检查 发现手臂的内側 靠近关节的地方有几个小刻点 可能因为冷冻的原因 所以那个位置也不是那么明显 热星将那个位抹开了仔细检查 果然看到手臂附近 有很多类似针孔注射过的痕迹 真是密密麻麻 好像是墨水切在上面一样 对了 你知道最近你处理的这帮人 都是什么背景 刘队长在旁边一直在看 突然听热星的说 他就说 你问我 是的 我问你 这些人都是社会上的闲习人员 他们都没有正硬硬硬有份工 很多时候都会有些 涉黑 烤诈 吸毒 等一会 你说吸毒? 所有人都是吗? 热星眼神清透地看着刘队 搞到刘队都紧张起来 好像自己说错些什么 就会受到谴责 是的 是的 我们带这帮人进来的时候 都会进行常规料检 这个程序就不是一定要做 就是看人 如果看到他们语言内渍不通 胡言乱语 或者不知道自己做什么 或者喝什么酒 我们都会将他们进行常规料检 这些人都是吸毒 在他们身上都检验到有吸毒的经历吗? 可以这么说 热星行去行空死者的旁边 你看看 在他的手腕里 有密密麻麻的针孔 这个人生前的打针次数 被他杀死的人多了几倍 还有这里 在小腿这个部位 也有很多注射过的痕跡 咦? 这里有一条疤痕 是旧口来的 他之前做过手术 丁文露一直站在旁边 现在见热星注意到这里 他就说 没错 这个尸体是有些特殊 他身体里面 有四分之三的肾是没了的 而在他的心脏部位 我发现有很多组织已经破损 这个是长期积累而成的 因为在他身上的器官破损 是循序漸进 这一个人在生前的时候 或者他会觉得 心口会很隐瞒 时间长了之后 或者也会有一种撕裂的感觉 但是也有可能 他一直都没有发觉 自己身上的这些变化 因为如果一个人 他经常喝酒 经常是不规律的生活 他对自己身体的微小变化 是很迟钝的 或者他会有一两次是觉得不舒服 但他也不会联想到 是心脏有问题的 刘队长就说 哈 真是不愧为专业的法医 和我想的一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热星就说 如果从这个方向的推测没错 那这些人一定是因为吸食了大量的毒品 再加上长期喝酒 那毒品和酒精的双重作用 一方面就令到这个人 现实和幻觉分不开 另一方面 也是令到他们的心脏 长期受到高压的负担 周边时刻有一个人 说错一两句说话 很容易就会令到他们的情绪极度波动 从而会做出很多极端的行为 刘队长就说 我如果照你这么说 他们的死因就不是心脏病 应该是他们吸毒之后 被毒品所有发出来的心脏病 我这么说对不对? 不是啊 如果说这些人是吸毒 那么多人 哪有这么庞大的供应链 热星就说 所以下一步就正是要查这件事 刘队长 我都说有时间给你忙的 哦 这样啊 哎 这样子 那我还是回去先 你们慢慢 稍后见 稍后见 刘队长一字说 一字就走一出去了 在室内 除了那两条死尸 就只剩下热星和丁文露 丁文露就问热星嘛 为什么 今晚又会和刘队过来呢? 你很有空啊? 呵呵 那你就说得对了 我现在真的很有空 湯斌那件事 现在要等上头通知 没有通知就不给查 那今晚听闻 萧夏当那边有宗案 那就过去看看吧 现在看来又是吸毒队的事 所以我现在还是很空啊 有空就去探望你 啊 什么时候开始 易大教授的口 变得这么口甜舌滑 谁不知道你易大教授过来 庭诗间是探死尸啊 哈哈 怎么说得这么难听 那事实上是嘛 你试试问一下那两件事 看看是不是我冤枉你呢 第九十四回 第九十四回 第二天的一早 易星就被打进来的电话吵醒了 打开手机 哦 见到有十几个未接电话 你队 啊 这么早打来什么事呢 易星就按来电回撥回去 听见李敏瑶在那边说 哎 易星 哎 什么打你这么多次电话都没有听的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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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回来 由这里 啊 你队 什么事 回来先回来先回来 回来你就知道了 易星马上洗脑过之后 换过套衫 匆匆忙忙就趕回警局了 李敏瑶一见易星回来 就笑眉眉地跟她说 嘿嘿嘿 易星 好消息好消息 上面已经批了下来 我们可以调查汤奔一下 啊 这么快 你不是说笑了吧 嘿嘿嘿 什么说笑 一份公民都下来了 你自己看看 易星就接过李敏瑶遞给他的公民 见打印机的改正锤都还没散 证明是新鲜打印的 又听见李敏瑶说 嘿 除了你手上的公民 我这里还有一份公民给你看 又有一份公民 什么来的 这份是缺毒大队那边来的 说要请求我们的自由组 协助调查贩毒一案 哎 讲白了就是要我们帮忙 没有了 昨天听说你去楼队那边走了一圈 关于毒犯这件事 你应该也听说过 是啊 没错 后来我还去了法医祖那边 不过这件事 你是不是应该和你的侄子商量一下 那个侄子 谁是我的侄子 你不是说汪玉东是你的小侄子吗 哦 哈哈哈 没错没错 他又帮我调查线索 其实 热心啊 你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都是同一件事 所以那边才请我们来帮忙 什么同一件事 我不明白 这两件事有什么 哈哈哈哈 李敏瑶笑起上来 他点着烟 索了一口 烟就夹在食指和种子之间 他随随将烟敷出来 他很有趣 终于有一件事 是你逆声要问我李敏瑶的了 哈哈 逆声你不用急 我慢慢跟你说 之前二队族左右放放左右族的那群人 全部都是汤斌的马仔 而最近海关就折获了一批毒品 数量很大 全部都是注射型的烟体 和这群人用的毒品很相似 那你说 两件事 是不是同一件事 汤斌 马仔 毒品 烟声 还有一件事 这些毒品 原本地址写的是 奔海市的一个工厂 但是我们的人赶到去的时候 里面是凶无一人 按那个收货电话打过去 又是没人听 我想他们是收到疯 一早就走了 李敏瑶说的这些 烟声反而无点在意 他注意到的是 这件事里面多方的关系 他总是觉得 这件事看上去并不是那么简单 好像还有什么隐情 是不这样的 烟声忽然说 你对啊 你说你个世侄汪玉东 叫他去查线索 那有没有查到些什么 是啊 我叫他负责查线索 不过这两天 他跟我说要休息 这个臭小子 等他回来 我一定要提点一下他 让他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 一些规矩都没有 说休息就是休息 有事要做的 是吧 烟声就不想再听李敏瑶在那儿 暗暗沉沉 正想说走回自己的工位 李敏瑶突然想起什么 他就说 你看看我这个记性 我差点连最重要的东西都忘记了 烟声 现在通知你 今天下午两点钟 有一个会议 在大会议室 哦 行 知道说什么 讨论今晚的行动 什么行动 这么急 下午开完会晚刻就行动 是啊 就是关于汤斌的 他现在的地步 我们已经找到了 所以上头就决定 今晚特集 将汤斌续回来审问 下午的会议如常召开 烟声一早就到了会议室 在个角落头那儿坐下 他知道自己是偏外人员 坐在角位就对了 在会议室的主席台当中坐的 是邻村省常委级的大领导 烟声感觉到 这件事非同一般 会上 何和平就代表 我代表仁斤局 详细介绍了今晚的行动方案 以及分工 接着呢 就是这位大领导 在会上的总结发言 好多谢何和平同志 为这次行动 作出了神物的部署 我看到 仁斤局各部门的分工 也作了妥善的安排 我就代表省党委 省政府的领导班子 说几句话 我表达两个意见 第一 对重大恶劣犯罪的 省委省政府 省政法委的主要领导同志 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每见一例 清除一例 绝不顾食 奔海市的百姓 他们的安全 是头等的大事 第二个就是 奔海市近几年的打黑除恶行动 还是比较有成效的 这些都是各位一线干警的功劳 我们素黑除恶 不是运动式的整治 而是持续性的 常态化的战斗 今晚的行动 大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一定不能辜负上级领导 以及人民群众的触托 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那我就代表 省委省政府 宣布今晚的行动 批准 我不同意今晚抓捕 抓捕捅 这一句说话一出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第九十五回 这一句说话一出 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们都四面环顾 想找一下刚才说话的什么人 热声站起身 他继续说 我反对的原因 是我认为 湯斌他只是一个扯线公仔 他背后一定有一个很强大的保护扇 如果我们今晚将他抓捕 那这个组织的真正头领 可能会选择棄居保税 到时我们虽然将湯斌组一回来 最终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我认为 这个时候 霍和平举起一只手 制止热声继续说下去 然后他转过头来 向一位大领导说 常委同志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叫做热声 他不是我们政法系统的干警 他是犯罪心理学的专家 他的组织关系 是在宾海市医科大学借调过来 和我们做特别顾问的 这半年来 他在营精局 帮我们破了不少的大案 学和平港员 又转过身来 望着热声他说 热声啊 你先坐下 等我来解答你的疑问 你说湯斌 不是幕后最大的黑手 你怎样我们同意 但是昨天我们收到消息 湯斌连夜买了机票 他想用另一个身份 离开奔海市 如果被他真的逃脱了 那这条线 就等于是石沉大海 我们再想查下去都查不到 所以今晚召集大家过来 就是要抓紧时机 一定要今晚将他缺步归岸 热声没有再说话了 他也知道 现在这是两难的选择 拘捕湯斌 就会惊扰到他后面的人 可能导致那些女童会出现危险 放过湯斌呢 那湯斌一走 逃离到国外 那就很难再找到另一个 比湯斌更有价值的人 热声他自己也去过金海公司一次 金海公司的人要和他对暗号 你不是将暗号对上了 湯斌也不会出现 所以拘捕湯斌回来 都不能说是没有价值的 见热声没有再说什么了 会议就按原本的决议敲定 今晚九点 开始抓捕行动 李敏耀今晚又另有任务 汪玉冬又休假 热声今晚又没有盘 他见到今晚九点 都还有几个小时 时间上早 热声就把自己关进一间屋里面 这一间是禁闭室 禁闭室里面一片漆黑 空气仍不流通 怎样去形容禁闭室呢 如果大家知道桑拿是怎样的话 那禁闭室 就是一间关门 停阻电 没有光线 温度高 把人焗到不能休息的桑拿室 一个人刚刚进去禁闭室的时候 是非常不安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见不到光 周围有安静 你就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在这种情形之下 人的神经就会紧绷 很没安全感 一般人很快就熬不住了 这个也是禁闭室 用来瓦解罪犯精神防备的一个方法 热星在里面慢慢地深呼吸 脑海之中 就回想着各种犯罪的方法 一个小区 一个犯罪分子 他又会用什么方法逃出房间呢? 他会使用什么武器? 他现在会想着什么呢? 在游场的呼吸之下 在一个密室里面 热星汗如雨下 他现在是切身处地 想象着警察包围罪犯 而罪犯又如何密室逃脱 热星的老海不断在反复推敲这张图子 这张是会议结束的时候 一份小区建筑示意图 也是汤斌房间所处的位置 热星在老海沙盘推演了无数次 能够密室逃脱的机率是很小的 里面的人 就算想如死亡破 也只能是跳窗出逃 但是汤斌的房间在一楼 跳窗也是走不掉的 除非会顿地 沙盘推演完毕 热星调云呼吸之后 就起身开门出去 一开门 刚好就遇到全副武装的緝毒队长走过 这个罗队长看到热星在里面走出来 他很惊讶 你不是热星? 你整头大汗那样干吗? 你不是把自己关在里面吧? 是啊 整身大汗在里面真的很热 别管我这些了 罗队长 是 今晚的行动 其实确不确定 汤斌现在还在那个单位里面呢? 我那当然了 我们几个手作都守住在那里 他们都亲眼见到汤斌进去 整天都没出过来 放心吧 今晚他一定走不掉 啊 好啊 热星一边抹汗 一边上去冲过个梁 然后回办公室 拿了对港机和手套 就跟着大队一起上车 出发去今晚的目的地 幸福小区 第九十六回 警车来到小区 因为之前已经和周围的居委会沟通过 提前暗中疏散了人群 所以多台警车过来 周围都没有造成涌岛 看上来好像平时一样 热星下车之后 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 他发现有点奇怪 热星见到这帮警员盯哨的那间屋 窗门留了一条线 似乎里面有人 但是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 里面仍然是安安静静 连灯都没亮 热星看了这间屋很久 然后他走前两步想再看清楚一点 在前面一天在钉手的警员他问 喂喂喂 站在那 你是谁 热星就和这个警员说 屋里面没有人 那个人不在里面 喂 你哪位呀 走开一点 你不要误会 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 我看到这间屋的窗口开了一条线 刻意想做成一个里面有人 感觉 有点像是空神计 热星正是跟这个警员讲 看后面有人拉着他 轮转一看 原来是缺毒队的罗队长 那边的警员继续说 喂,我們正在執行任務,你不要過來阻礙 羅隊長就說,不要按摩規矩,這位是易顧問 羅隊,我們親眼看到人已經進去了,到現在還未出來 行了行了,不用說了,進去了就知道,時間都差不多了,準備行動 於是眾人就列好戰術,一切準備就緒,就開始倒數了 3,2,1 這群警員,先是突破手,破槍而入 接著呢,就是外邊的人,一腳踢開大門 一隊人馬就如冠而入 從進去開始,到控制了裡面的所有點位,都只是用了幾秒鐘 逆星在外面,輕輕點了點頭,知道緝毒隊的伙計 這種配合一定是染連過一千上萬次,非常專業 以這種速度,裡面的人是反應不過來的 過了一會兒,有個警員就走出門口,向這邊打了手勢 羅隊就說,我們進去吧 逆星跟著羅隊進去,面前的東西跟自己料想的一樣 湯斌果然不在裡面 羅隊一拍檯面,他倒下頭,沒有出聲 羅隊,不要緊 既然湯斌是一個重要人物 或者我們可以搜查在屋裡面,看看有沒有毒品 哦,這樣也好 大家仔細搜查 於是屋裡面的警員又四處搜查 外邊又有一個警員,牽著一隻黑色的警犬走進來 你一隻警犬很大隻,進到房間 在這邊索一下,在那邊又聞一下 逆星就不是很聞得那隻狗味 於是他避開一警犬,走到另一個地方去檢查房間裡面的東西 逆星看上看下 見這個單位都有120個房 這個幸福小區所處的也是黃金地界 要買這一套房都要一百多萬 這個時候,在外邊又有一個人走進來 這個人西裝甲里,油頭粉臉 配合他臉上的表情,皮笑肉不笑 熱星一看他,就知道是誰 他揪一握手,這邊 這個人見到熱星之後 有些人說的就是... 建議 是誰 有些人說了 也不用再說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